起底范冰冰和冯小刚隐秘资本资本对赌谁是赢家? 作为影视圈的大腕,一线明星机具脸才能力令人瞠目,而之后如何运作这些资本,几乎每个大腕身后都有复杂的资本图谱。 他们不仅是著名导演或明星,更是商人和资本家。 据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6月7日报道,在影视领域的投荣越来越显寡头趋势。 所谓头部影视公司,全中国仅不到20家大量的影视公司可能只制作过一两部剧就名存食五王。 相对于电影,电视剧由于是面向播出平台收费,而非直接向观众收费。 电影票风险相对可控,且网络平台加入竞争格局比电视台更有钱,账款拖欠问题几乎没有,近两年来吸引了更多金融机构试水。 事实上,产业人士和金融人士都提出了需要加强产业工业化标准化的诉求。 冯小刚的核心企业之一浙江东洋美拉传美有限公司,在2015年与华裔签订五年对赌协议。 通过这次收购,冯小刚一次性将10亿元人民币1亿元人民币约合0.156美元收入囊中。 1、手机2的开拍,围绕范冰冰、冯小刚、刘振云一众主创引发的舆情,竟引发影视故一波暴跌。由此,影视明星们背后的资本运作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对此次舆论的核心人物冯小刚和范冰冰来说,作为中国影视圈顶级的导演和明星代表之一,此次风波令更多人关注影视大万门的资本运作。 抛开道的判断与价值取向,仅从资本视角看,许多人更关注的无非有两点,一是超级明星和超级明导如何吸金,到底吸了多少金。 二是耀眼的影视圈中,背后复杂的资本图谱下有着怎样的资本运作逻辑。 疯狂吸金的超级大腕在娱乐圈将范冰冰称之为最吸金的明星也不畏过,正如范冰冰曾经爆红网络的名言,我不用嫁豪门,我就是豪门。她大抵真的做到了。 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上,范冰冰连续上榜14年,更从2013年就占据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收入榜首5年无人撼动,2017年收入更是达到惊人的3亿元人民币。 而范冰冰上榜的第一年,正是她拍完手机拿到百花奖和金鸡奖最佳女演员的2004年,当时23岁,就以980万元人民币收入位列第27位。 根据福布斯的统计,14年来,范冰冰的累计收入达11.9亿元人民币。 而剧院内人士透露,福布斯的统计应该较为保守,加上这些年的资本运作,范冰冰的身家早就超过30亿元人民币。 冯小刚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商业片导演,其席金能力也不容小觑。 根据天眼查其关联企业的21家主要为影视娱乐、广告类企业,还有少数科技、马术等投资企业。 某影视公司高管透露,冯小刚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于影视剧票房和投资方面的收入,其广告代言也有一定占比,经纪公司占比很小。 其他投资肯定存在,但核心还是在影视投资方面。 而统计冯小刚截至目前上映的16部电影票房合计超51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照1.10分的收入,冯小刚仅从电影票房中获得的收入超过5亿元人民币。 此外,冯小刚的核心企业之一浙江东洋美拉传媒有限公司,在2015年与华裔签订5年对赌协议,通过这次收购,冯小刚一次性将10亿元人民币收入囊中。 而在华裔签上市之前,冯小刚就曾持有其288万股,占华裔兄弟股份的2.29%,后来冯小刚将持有的华裔兄弟股票逐步卖出,据业内人士透露在2014年实现套现2亿多元人民币。 加上各类广告代言和其他IP收入,冯小刚的身家应在20亿元人民币以上。 是明星更是商人报道称,在天眼茶上茶西,与范冰冰关联公司至少12家,其中8家是影视文化类公司。 某影视投资人士表示,娱乐业是范冰冰的主要投资。 其名下现在有三家美涛系影视公司或工作室,剧业内人士透露这也是范冰冰影视投资的起点。 早在2002年,范冰冰成立了北京美涛嘉义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美涛分别取自父母姓名中一字,并担任董事长,实际由母亲张传媒管理经营。 主营业务包括影视宣传、摄影制作、婚庆、展览等。 但2007年前,范冰冰的合约还在华裔,而公司业务、业界人士都知悉范冰冰多与个人关系拓展。 2007年,范冰冰与华裔戒约后,2008年成立北京美涛中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3年又成立了美涛嘉义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 剧业内人士介绍范冰冰的核心企业为2015年成立的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自2016年起,无锡爱美神拥有范冰冰未来10年演绎经济独家代理权也是范冰冰资本运作的主体。 同在2016年,唐德影视曾表示看重范冰冰IP的独特价值,试图8亿元人民币收购无锡爱美神弹最终失败。 之后唐德影视和范冰冰联合成立了无锡唐德文化,范冰冰持股51%。 某影视投资人表示,范冰冰不仅是著名的明星,更是优秀的商人。 早在2002年她就有意识创办影视学校,后来范冰冰早期的投资除了影视投资还投资游戏和海外的房地产都有不错的回报。 现在从她的公司结构上看,她自己名下的产业主要集中在影视和艺人品牌以及相关的美容产品方面。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她父母也持有多家公司,并对接了不少金融和实业。 查阅封商信息发现范冰冰父母范涛张传美为股东的北京美涛嘉义县位烟台农村商业银行的股东,同时也是中小企业基因深圳投资合伙企业的主要股东。 而中小企业基因深圳曾经在2014年投资的华大精英其管理团队和中小企业协会各州霸集团有紧密关系。 前述投资人表示,如果算上其经纪人持有的企业可能与范冰冰相关的企业超过30家,其投资范围可能更大。 资本对赌谁是赢家冯小刚名下虽已有多家控股、参股公司并与影视圈资本荡恶关系密切,但冯小刚的资本运作路径则与范冰冰不尽相同。 其最受瞩目的就是与华裔的五年对赌协议。 详解这一对赌收购,2015年9月,浙江东阳美拉传媒有限公司成立,冯小刚持有99%股权。 时隔两个月,华裔兄弟宣布以10.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东阳美拉70%的股权,收购是东阳美拉的净资产只有-0.55万元人民币。 同时双方签订长达5年的对赌协议,东阳美拉承诺到2016年完成至少1亿元的净利润,未来4年,每年递增15%及5年累计净利润为6.74亿元人民币,如未完成指标将由冯小刚自掏腰包补足。 从过去两年来看,冯岛都顺利润完成了一季承诺。 2016年,东阳美拉的税后净利润为10152.84万元人民币,2017年为11699.95万元人民币。 但过去两年冯小刚都堪称情分,2016年冯小刚老炮儿我不是潘金莲两部电影上映堪堪完成净利过亿,而2017年发华14亿票房也是经保证涉陷过关。 今年,手机二的风波令冯小刚能否顺利完成对赌化上问号。 据悉,在影视圈中资本对赌十分常见。 如杨幂所在的嘉行传媒为了获得上市影视3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要在三年内完成3.1亿元人民币净利润的对赌协议。 目前杨幂已完成这一对赌。 此外,吴京的《战狼2》也是影视圈一次成功的对赌。 剧业内人士介绍,因为吴京此前并未有成功的作品,所以《战狼2》的投拍采用了对赌协议。 最终57亿的超高票房不仅让吴京赚了满盆,就连背后的北京文化、光线传媒也股价暴涨。 前述知名影视公司高管指出,现在影视圈大腕成立自己的公司工作是很常见,但是有更大野心的人会乐意使用对赌。 用自己的钱一样有风险,如果有人收购我的公司,意味着我可以使用杠杆赚的是15倍的钱。 但是很多人不敢用,一是是不是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二是经济头脑好不好,能不能算明白账,到底怎么样才是赚。 他进一步指出,冯小刚的对赌协议条款并不可刻,一亿起,15倍的市盈率,每年15%的收益增长都是非常合理的。 一般要求的业绩增长可能要20%至30%,当然存在风险,但他10亿元人民币已经拿到手,伺候的投入都是公司的投入,只要每年赚1亿元人民币,保证15%的增长,就不会损失拿到的10亿人民币。 此外公司赚到的钱他还有分红,可以说稳赚不赔。 他直言不难理解,影视圈里的资本对独体现了这部分人的欲望,一定要赚资本市场上杠杆的钱才有更大的收益。 但该人士也指出,不需要过度解读影视圈的资本运作和导演参与资本运作。 在娱乐圈里也没有所谓的纯粹的商人和纯粹的艺术家,这是一个行业一定要赚钱,同时导演那也真的有自己想表达的观点。 所以我们圈内看,并没有哪个导演是纯粹的定位,从作品和风格上看,有的人偏商业片,有的人偏艺术片。 冯小刚只是更偏商业片。